日本央行的一项新的调查显示 轮流停电和不断加剧的核危机 危及日本全国的经济复苏 在未来几个月内 日本经济状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日本官员警告说 使全国核危机得到控制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日本央行说 随着断电和公共安全问题进一步危机 已经陷入低潮的经济 一些公司越来越失去信心 看不到希望 通用电器公司正在提供援助 帮助修建受损的核反应堆中的三个 星期一通用电器首席执行官杰夫·伊美尔特说 预计电力需求将急速上涨 通用电器将与东京电力公司合作 在未来几个月内增加电力供应 我们已经把燃气涡轮机装船 准备运往日本 这些燃气涡轮机组既可长期使用 也可应临时之需 所以我认为我们也能够提供那些设备 与东京电力公司合作 对于遭到海啸破坏的日本工厂来说 恢复电力供应至关重要 伊威奇公司自从3月11号以来 一直处于停运状态 不过预计下星期间恢复供电 工厂经理人恒山伯仁说 即使完全恢复供电破坏损失已经量成 他说这家汽车零件供应商 已经损失了50%的订单 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公司停产 客户将从其他地方订货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与他们的洽谈 大规模经济损失的影响 波及日本经济的方方面面 不过许多人担心 公众对核辐射泄漏的强烈反弹 可能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在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外的抗议人士说 核安全本身就相互矛盾 他们不希望日本拥有核设施 日本有53座核反应堆 我们只想消除所有这些核反应堆 与此同时 用混凝土阻止核泄漏的努力失败之后 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将几千吨高辐射水 从福岛核电站泄入海水中 以避免他们所称的更大的危险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